阿姨队的周宇搭档徐晨浩 队阵防应吃搭档于兴航 这边是围图的一个失误 于兴航刚刚上场之后还是需要适应的过程 徐晨浩是一个回球的失误 乒乓球的双打其实很有意思 首先是两个人在对面积不大的球台的控制上 其次是两个人交替击球 这样对两个人的站位和跑位都非常的关键 而且有一些人就会在战术的应对上也有很多变 比如说专门去打一路 去打一路把两个球员吸引到一路之后突然撕一个斜线 这种打法都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双打的打法更多变运 这球就是周宇这边主动的一个失误了 这边防应驰和于兴航都是右手持牌的选手 而周宇是左手的选手 这边防应驰和于兴航这个状态回来的很快 这边于兴航这个状态回来的很快 于兴航持续的一个很强势的进攻 这边回球的一个失误 其实我们看 随着这个规则的改变和这个球大小的改变 我们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 整个这个身体形态上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以前这种软小型的 金焊型的 转变为一些高大的 而且肌肉力量很强的这种队员 你看场上这四位 都可以说是模特身材了 这球打得很漂亮 加油 齐晨浩 周宇 这球啊 齐晨浩这球正手的这一丝啊 力量很足 6比6 这球接起来 周宇 周宇 齐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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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啊 好球啊 这球也是 呃 余晨浩这边啊 回球一个失误啊 余晨浩这边反手防守的回球啊 已经出现两次这样的失误了 可见面对八一队这边 呃 八一队这边这两名选手啊 整个进攻风格啊 都是非常强势的 所以啊 你不能软 你必须得硬起来跟他对攻 这场比赛比分非常相近 现在是9比8 好球啊 两个人来看 说两句悄悄话 好球 好球 齐晨浩 加油 周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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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再走 走 这球啊 是 就失误了 这边 天津队这边啊 今天送出的失误太多了 这样的话呢 第一场比赛就结束了 其实这一场球打的呀 呃 应该说非常的焦灼 焦灼 但是 并不够精彩 因为两个队啊 送出的失误啊 是相对较多的 像这样的对拉球啊 还是比较少见 有人大胆的预测比分啊 说下一场会 十一比五啊 啊 我可以留心一下 看这个 说的准不准 呃 有网友问啊 说这个 凡震东前几场比赛 身体和心理的状态 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今天状态怎么样 呃 从热身来看的话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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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他的这个 恩师啊 王浩也是今天来到现场督战 打得很有镜头 这球 还是这样的打法 如果天津队这边不想出什么应对措施的话 这个会非常难办的 超什么反手 天津队太可惜了 这边这个反手的回球质量很高啊 有网友啊 说 黄益驰和林新航的 心态非常好 希望他们能赢回这一局 的确啊 其实双打 尤其是双打打到这 这种关键点的时候啊 特别是 现在八一啊 手握这个决胜盘啊 呃 心态非常重要 加上两个球员 非常年轻 防映尺96年 于新航011年 对心态的考验其实特别大 如果心态调整好的话 技术特点是绝对不差的 就学生的 是 那些学生的一场 是 是 这些学生的一场 科学报道 发现大多数的世界知名运动员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出生的日期 大多数都在冬天 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喜欢的球员 是不是冬天出生 这个还真是有点道理 他们说因为婴儿在冬天出生 心肺功能会特别强 所以有运动天赋 所以很多知名的运动员 都是冬天出生的 而且集中在这个摩羯座水瓶座之间 你看这个樊振东是一月份的 这边防应池也是二月份的 马特这边也是天津豪安的球员 也是一月份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是冬天出生的话 搞不好你也是一个苗子 这边叫一个暂停 调整一下状态 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对于天津队来说 并不太可观 虽然说客场作战 但是还是非常希望 能够给对手一个下马威 你看很多人都发现了吧 很多知名球员都是一到三月出生的 这个还真有点意思 回到比赛当中 暂停回来 暂停回来之后 白衣队这边是有一个失误 5比3 这个暂停还是有效果 这是徐晨浩打的很细腻 徐晨浩打的很细腻 刚刚啊这个现场的这个解说员也是误把这个徐晨浩喊成了梵震东 引来了大家的欢笑 看来这个现场DJ也是 也是个迷汉 比分差距并不大 持续送出失误就不应该了 现在应该是调整好心态 首先先做到不要失误 不要送分 这边回球的一个擦网 8比6 如果这一局再让白衣队拿下的话 那白衣队今天就3比0 再次横扫了 白衣队就将迎来自己的6连胜了 希望天津的小伙子们调整心态 这边突然已经 哎呦这球啊 这球徐晨浩自己也是笑了 感觉已经能结束比赛的球 但是没回好 这样的话比赛就结束了